你要知道江京 申思 李明 齐鸿 他们打假球可不是自己打的 飞飞 你们要知道 那是男友拿着钱 拿着谁的钱 天津市委什么所谓的副书记 有一个什么孙立峰 还是谁 什么管理会的一个主任 拿了八百万给男友 男友找了这些队员 说你们去打 你们把这张球给做 飞飞 这是组织决定的 你以为是他们自己吗 飞飞 所以我告诉你 为什么扫赌打黑 当时会找到体育总局 会的大家都要有说法的 这怎么我们成了犯罪了 扯那么蛋 不都是你们共产党 让我们干的吗 但是到了那时候 共产党可不会认账 他能说 我让你们干的吗 最后 是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 是 但是是他个人 扫赌打黑 赌穷 先从队员 最后弄完弄弄 都决决主席